你想知道新建问者破轮分开之后的三个人长什么样子吗 是的 大家看到的就是新建问者破轮的分开形态了 这个是之前的设计稿 感觉怎么样 我怎么感觉没有想象中的恐怖 反而有点可爱 除了刚才那三个小可爱 还有这么多的小可爱 这些都是新建问者破轮之前的设计方案 都是一个脑袋的 看一下也是各种各样的面具 这是七个小耳人吗 等一下 最左边这个空白感觉是给爱哭鬼留的位置 还有就是这三款的设计方案了 和之前的风格不一样 它挺有感觉的我比较喜欢这个尖嘴獠牙的这个 铜色面具 呀 左上角这个 呀 呀 这不是千语千询吗 好吧 看完了破轮的设计方案分享呀 那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的特殊的两个紫皮的设计方案 首先就是空军的正位审判 天呐 最左边的这个自由不是那个胜利女神吗 这是 看着好帅呀 莫名的有一种精确的感觉呀 哎呀 有精辟的质感呀 为什么不选择这个方案呢 真的好喜欢呀 其他的两款呀 和目前的最终稿比较类似 也都挺好看的 但是我还是真的喜欢最左边这个 你们呢 至于女巫的逆位审判的这个设计方呀 感觉这三款备案呀 好像真的没有最终确定稿子看起来那么的惊艳 特别是左边这两款感觉很重的图示 可能会影响操作手感 而且小女儿呢 也没有过多的装饰性 哎 你别说右边这个配色 挺让人激动的 最后就是 你们通过这张图 能大概猜出 新监管者破轮的技能 会是什么样子吗